演唱會中途阿妹休息和粉絲聊天 這時有人突然叫住她把阿妹給嚇傻了 粉絲台下真情喊話站在台上的阿妹邊聽邊是淚 我們永遠在你身邊我們永遠都想聽你唱歌 但是我們最希望的是你要永遠的快樂 這本542字的長信粉絲話真心大告白 心疼阿妹進來的辛苦 讓阿妹再也硬不住爬在麥克風改勝 哭到不行 在我身邊真的 不是 我等一下還有很多歌要唱 我叫什麼錢 同時籌備演唱會阿妹的專輯讓她身體狀況不佳 加上二姐剛過世 肩上的壓力讓人無法想像 首唱第一晚阿妹抱病登台 演唱的開始一度無法開掃 臉書上頭阿妹經紀人陳正川寫著 阿妹一上台就讓我覺得一切都很值得 我多想讓大家看見她上台前 因為感冒努力想把喉嚨清乾淨的畫面 今天她跟我說了至少十次 怎麼辦我聲音出不來 我回答她你快開掃罵我也可以 字字句句看得出阿妹為了這次演唱會的努力 粉絲們也感受到了 首唱第一天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粉絲們的鼓勵更成了阿妹繼續前進的動力 藉著李時劍往孟廷台北采訪報導 喔 喔 喔